哈喽大家好 补充一下我上一个视频分享说 千万不要说停下来 不好意思 我重新再来这个方面 上次说到就是那个moment很特别 很真实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是错的 其实你就捡起来继续fix it 然后继续做就好了 特别是在导演没有喊咖的情况下 你更加不要说 OK我们再来 或者说不好意思 我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状况 因为导演是站在那个 坐在或站在那个monitor前面 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一说action之后 你的所有的表情也好 所有的语言动作 什么东西他都在他的这个monitor里面 也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出现任何意外 他也在看到了 如果他没有喊咖的情况下 也许他正觉得这个moment太漂亮了 太真实了 你的东西掉了 你去捡 然后捡起来还吹一吹拍一拍 继续那个人物该做的事情 非常真实 然后或者是你 碰到了什么东西 也是真实的 你碰到了你就会有反应啊 你会痛啊 或者说你会扭一下 很真实 很真实 所以的话 只要是导演没有喊咖 你就继续演 反而是你不要在喊咖之前 做任何的停止 或者说是说停下来 或者说是什么sorry啊之类的 演过戏的朋友 你会有这种感受 你在平时遇到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点小的补充